今天出去购物 顺便从商店买来了一小盆芦荟 因为看到上面有很多小侧芽 决定回家分猪移植 这样一盆变多盆 岂不是很划算 芦荟分猪其实很简单 主要是给没有经验的朋友 演示一下 秋天也是芦荟最佳的分猪移植时间 只要记住几个要点就可以了 准备分猪的头两天 就不要给芦荟浇水了 这样分猪时会更容易 同时也避免分离侧芽时出现了伤口 粘到水造成的腐烂 第二个就是一定确定 侧芽已经长出了独立的根系 这样种下去成破率才会高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 在分离侧芽时一定要有耐心 我这盆芦荟的侧芽很小 所以要小心 尽量不要强拉硬扯 小侧芽和母猪往往有一条根相连 轻轻地在节点处扯断即可 分离出来的侧芽 最好在通风阴凉的地方晾晒半日 让所有可能有伤口的地方 风干玉合以后再种下 种植的土壤可以选择盆土 和园中的腐植土 如果有草木灰可以再撒上一点 分煮以后的芦荟 放在通风半日凉的室内 芦荟的生长能力很强 如果处理得当 一周以后即可成活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